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管理多重视窗 当你在使用Mac,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 你的桌面常常会被一大堆视窗塞满 让我教你怎么管理这堆视窗 你甚至可以一次将它们全部都关掉 在这边,你可以发现到我开启了一大堆视窗 当我按下快捷键Expose 我可以一次看到所有视窗 如果你使用的是Mac OS X 10.5 Leopard 你可以将游标移动到视窗上面 会出现该视窗的标题 或是按下快捷键Option来看到所有视窗的标题 如果你使用的是Mac OS X 10.6 Snow Leopard 标题会自动出现在视窗的下方 有些应用程式会开启复数视窗 譬如说Mail 我可以按下快捷键Option Command M 来将所有的Mail视窗一起缩到最小 我可以将所有Finder视窗移到最前面 我只要点选视窗 将此应用程式视窗移至最前 或者是我可以使用快捷键CMND DELTA 来轮流显示同一个应用程式的各个视窗 接下来 我可以按下快捷键CMND W 或是视窗左上方的红点来关闭视窗 如果想要一口气将所有相同应用程式的视窗 同时关闭 我可以按下快捷键Option Command W 来做这个动作 想了解更多丰富的内容 欢迎造访 CMAC 请不吝点赞考考考考考考谏